这趟旅行太长知识了 梅金河伦真的是一个独特的体验 贴近大自然感受慢下来的时光 星辰起来迎接你的是 阳光和清脆的鸟叫声 漫游在埃多纳河上非常平稳 开船也像开车 居然会塞船 而船也会在河流上坐电梯 水位涨起来就会到上游继续前行了 跟着梅金河伦 我们来到了大家很少会注意到的城市 布拉提斯拉法 它就是曾经和捷克分开的国家斯洛伐克 也看到了咱们儿时的伙伴 小燕鼠 你一定不陌生吧 它的家乡就在这里 这座城市的地标居然是UFO 逆流而上又来到了奥地利梅尔克 跟着导游参观了著名的梅尔克修道院 梅尔克这样难以自行抵达的小镇 和维京河伦一起到访 简直是最佳的选择 漫步在梅尔克小镇 虽然下着微微小雨 空气中可以闻到草香的味道 河流 森林 城堡 小镇 多闹河一路逆流而上 真的是仙境般的存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